小嘴巴大世界之 近代中國二百年 是由香港中華文化發展聯合會 歷史文化學堂帶給你 玫瑰江學校 靚太吳易造 文國時期 有些人說 宋家三姊妹實際操控了整個中國 甚至還有人把這個稱之為宋家王朝 那其實這三姊妹究竟是誰呢? 她們分別是大家姐宋愛玲 二姐姐宋慶玲 和妹妹宋美玲 但是為什麼會有人說是宋家王朝呢? 其實是因為宋家三姊妹分別嫁給當時 在中國極有影響力的三位名人 大女宋愛玲的老公 是山西富豪孔祥 富可迪國 亦是孔夫子的七十五世孫 在中國的商界地位超然 二女宋慶玲就不理家人的勸阻 嫁給父親的好友國父孫中山 更為此導致父女失禍 父親亦因此和好友決裂 而三女宋明玲就忠誠於 追隨孫中山的官官 後來的國民黨主席蔣介石 宋氏一家的財富、聲望、政治影響力 伴隨著三姊妹膚石的事業發展迅速膨脹 因此被世人稱為宋家王朝 但她們三人的婚姻和政治抉擇 亦都將她們各自的人生 引上了不同的道路上 但其實做中國的新現代女性 和名人的太太又是否真的這麼容易呢 接下來 我們就來聽聽這三位美太太 有什麼不容易做呢 這一日三姊妹來到美容院 二姊妹三姊妹好久沒見 那是怎樣啊 是不是很忙呢 當然啦 忙得我這陣子都沒時間做Facial 嗯 皮膚都差了 是啊 這陣子我又要搞革命 實現日先留下的說話 和平 奮鬥 救中國 這頭又要勸國民黨 那些人不要反對共產黨 那一頭又要安撫共產黨 不要仇視國民黨 為何各共融合就是這麼困難呢 這陣子真的要煩很多事啊 嘩嘩嘩 真是好難得見你們三姊妹 一齊來做Facial啊 咦 慶玲 你的黑眼圈好大啊 小心點保養啊 女人到一定的年紀 就要更加注意保養才行 要不然 皮膚就會衰老得很快 讓我現在幫你敷個抗衰老的面膜先 看來二妹都頗忙啊 看看 阿森都說你的黑眼圈加深了啊 你的皮膚都好像差了些 那小妹 你又忙些什麼啊 你的樣子好像很潮緒 是啊 我這陣子吃又吃不好 睡又睡不好 我現在煩著 怎才可以幫解釋 安頓豪巴示威民眾咯 對了 大家姐 你呢 最近怎樣啊 我最近忙著搞狗肉 搞基金 唉 什麼都要我親力親懷 不要看我表面上那麼寬光啊 其實我真的忙到頭了 太太 那些皺紋都出來了 所以我趕著做Facial咯 唉 現在這個年頭各有個忙 唉 真是靚太太不易做的 各位靚太太 真是好多謝你們來幫襯我這間美容院 在民國賺食真是好難的 內憂內患 日本人對中國虎視眈眈 而國共又有鬥爭 唉 阿森就說得對啦 只不過現在這個年頭 剛剛撞正國家內亂 想要不通宵喊東西都很難啊 不過話說話 大家姐你就好啦 你老公這麼有錢 在這裡都算是有頭有臉 做事都方便些啊 想當年大家姐結婚的時候 多有氣派啊 在教堂請了八個花童 又叫人去法國 特地和你度身訂造 一件相傳的結婚衣服 Yes We have never seen this before 我就真是沒見過這麼大的賺石啦 不過我們還以為你結婚之後 會覺得好舒服 好他條 想不到你都有這麼多東西要處理 真是辛苦的 沒辦法啦 正所謂權力越大責任越大嘛 美玲啊 那你的老公對你好不好啊 嗯 又不可以說不好的 戒石份人雖然不是很浪漫 但是也會時不時買禮物來哄我開心的 不過他現在這麼忙 見他一面難我登天啊 真是 三妹啊 我又何曾不體會你的苦衷呢 回想起當年戒石入住在我們的時候 真是困難重重啊 而只是因為戒石反對共產黨 而極力反對我們的婚事 媽媽又希望我們全家都成為基督徒 而強迫戒石信耶穌才可以娶我 唉 那時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不過幸好戒石最後也有接受洗禮信了耶穌啊 真是好想我老公長熙都是基督徒耶 才不用受到媽媽的阻礙而已 三妹啊 其實我真的很反對你和戒石結婚的 你想一下 那時我成為中國第一夫人 人人都希望中國統一的啦 你看看你的戒石 天天都要說打共產黨 搞到兩派吵架 造成中國社會分化 所以我才這麼反對你的婚事而已 為什麼這麼說 是什麼意思啊 當時你和孫中山結婚的時候 個個都反對你的 只有我個人支持你的 好啦好啦你們兩個 最吵就問得多出兩條啦 唉 現在想一下 我的婚禮都算是挺艱難的 爸爸因為孫中山年紀大 我二十七歲以極力反對 媽媽就更加不用說啦 但是我們真是真心相愛的嘛 所以我們就瞞著爸媽 去私奔在日本完成婚禮咯 不過我真是想不到爸爸的反應這麼大 竟然為了這件事和日仙團絕關係 真是人生餘氣啊 過去就等他過去啦 反正大家都嫁到一個好老公 不虛心的東西就放在一邊先 現在最重要的東西就是我們活得虛虛心心 聊了這麼久 看我的皮膚是不是好像好了很多 停在一起 酷不停地坐 乾杯 他拍太多了 那 needle 先中山先生亂俄容貢的願意 因而退出國民黨以示抗議 當時宋慶寧被排泄在岸 孤單獨居在蘇聯 並且還有人造謠紳士 要破壞宋慶寧的名聲 現在就等我們來聽聽 他們會對這件事有什麼看法 好啊 大家姐三妹 話說話還記不記得我上次去蘇聯那次 當然記得 你那次甩不出就走了 知不知道大家姐有多擔心 二姐是否因為介石的清朝共產黨行動 令你痛心所以才走了 其實都不完全算是 我是想去蘇聯運志同道合的人 一起研究一下中國革命的核心問題 那個就是土地和農民的問題 原來是這樣 不過最可惜的是 二姐你和我兩個人的道路都不一樣 難免會有衝突 二妹 你有嫁給孫中山 三妹 你有嫁給蔣介石 衝突緊的啦 但我們還是姐妹來的嘛 是啊大家姐 我去蘇聯那時 真是飽受私親之苦 想要回來中國來見一下你們 但學會那時中國又動盪 我又找不到你又回來 唯有留在蘇聯 繼續我的共產黨革命之路 二妹 真是辛苦你了 不覺得你受到這麼多 二姐 那時在中國風頭火勢的時候 我還順勢做了第一夫人 在報章上都見到 傳聞儀姐姐你 在蘇聯嫁了給第二哥 這件事真是來我們的關係 雪上加霜 是我幫忙處合三妹和蔣介石的 我是覺得他們幾搭 而且蔣介石又對三妹不錯 所以我就處合他們咯 大家姐 真是好多謝你們當時處合我和介石 我嫁了過去之後 她對我不知多好 真的很幸福 三妹 你就幸福啦 我和媽媽在二妹去蘇聯的時候 不知多擔心她在外面有沒有被人欺負 你呀 又不報我平安 令我們好擔心的嘛 大家姐 但是那時候是蘇聯真的很痛心啊 為什麼我們自己同胞與大同胞呢 大家都是中國人來的嘛 說同一種語言 為什麼就不去和平共處呢 國難當頭 應該盡氣前言的嘛 我們必須是抱著中國上下團結一致 抵抗日本 爭取最後的勝利的嘛 不過過去都過去啦 其實都怪我沒有好好處理兩檔之間的矛盾啦 Six I am not accusing you How you know that I know Let's play it down 唉 中伯聽完沒英文啦 不過呢 有兩隻雞腿是給你兩姐妹的 你們呀 兩個要多點補一下身啦 你看你們大小姐氣息幾好 多謝中伯 一九三六年西安事件爆發 在這個動蕩不安的局勢上 原本已經割走各路的宋家三姐妹 又再到在關乎國家的傳望 謀求民族生存的情況下 走回一齊啦 咦 三妹 最近你的計時是怎樣 看現在社會外面 連共抗日的聲音流得快快揚揚揚喔 你們打算怎樣解決呀 唉 最近我就是為了這件事頭痛啊 現在外面反對我們政策的聲音這麼大 但他也是堅持自己的立場 先剷共再抗日 你都知道啦 最近他被張學良、楊虎誠挾持 欲挾蔣介石 要他和各共合作呀 唉這件事真是令我心裸裸 幾晚都睡不好呀 說真的 我真是支持張學良、楊虎誠他們的做法呀 各共是時候要合作啦 一起抵抗外敵 畢竟就現在無前狀況來看 內戰時少、國家時大嘛 來來來 照顏排骨道 中白 好久沒見你們三姊妹坐在一起啦 啊 美玲啊 這麼久沒見 你瘦到臉都凹了 唉 難得今天這麼齊人 讓我加多幾尾菜幫你們補補身先 謝謝 中白 你從小看著我們大 這幾年多得你照顧我們的媽媽 我們三個姊妹各有各忙 下次我們三個都不知何時才可以再聚在一起啦 不要這麼說啦 最緊要大家平平安安嘛 你們都要好好照顧好自己身體呀 唉 中白 你都不知做有權人的太太真是不容易的 這麼忙又怎會顧得及照顧自己呢 一來我又要幫蔣介石出謀獻賊 二來還要應付國民黨班議員 他們天天來我家開會 真是搞到我頭都大了 現在介石又被人協助 大家姐呀 你認識的人又多 你又有錢 你看看怎樣才能幫到我老公啦 現在局勢那麼亂 還在介石的話 有這麼多人猴住 三妹呀 我看你也是要親自去西安一堂才行 免得有些人就以教人懷命 實際呢就想剷除介石 唉 如果中國仍然那麼亂 我也是時候想想去其他地方發展我的家族生意啦 是啊 三妹呀 一定要勸一下介石亂共抗日呀 現在日本的野心才是中國的頭號敵人來的 嗯 我也要快點去西安才行 三妹三妹 冷靜點 買酒去 來試試中米的拿手材 唉 這麼快就走了 唉 剛剛才坐在一起 現在這麼快又要走了 唉 又不知你們幾時才可以一起見面 我從小看到你們大 多得老爺將你們培養成為中國新女性 看來中國有救了 龐伯由張貴夷飾演 宋愛玲由伊樂飾演 宋慶玲由院形飾演 宋美玲由院容飾演 美容師由Chris飾演 管家中白由純青飾演 靚太吳易造 全劇圓 製作 吳嘉欣 製作 吳嘉欣 製作 吳嘉欣 帶給你 回到小嘴巴大世界之 近代中國二百年 我是你們今天的主持Fanny 在我對面當然又有 中國歷史教育學會主席 方sir 你好 你好 Fanny 我又跟方sir聊天 休息之前 我們聽過由玫瑰江學校 他們飾演的 美太吳易造劇 大家聽完都知道 是宋家三姊妹 是否三個很出位的女性 絕對是 在當時來說 第一 他們政治舞台上 都扮演不少角色 當然也有經濟上的 山西富豪裏面的 力量太 我們要逐一談談 由宋慶寧 大家都知道 和孫中山結婚 在政治上 是否有很多色彩 沒錯 亦引起迴響 正如大家都聽到的 廣播劇上 其實在這個社會上 相距的年齡之界 第一 很多年 很多年距離之間的溝通上 但也排除萬難之下 兩人結成夫婦 也伴隨孫中山去 走向一些大家追求的理想 無可置疑慢慢地 亦都連長起來 大家都有意見上 亦都令到大家走向大家 人生裏面 如下他們希望的道路 那時短短十年的婚姻 不算太長 他和孫中山一起 那時 孫中山是處於過甚麼狀態 處於的時候 亦都在民國開始建立的時候 對於孫中山來說 其實都是一個不簡單的面對 很難 因為的確 軍閥之間的權力鬥爭 亦都不善於政治上處理的孫中山 事實上孫中山在政治上 的確難於駕馭這個局面 但身邊有一個幸運地 也有宋慶寧上的支持 亦都可以說代表了 宋慶寧有的特質 亦都有她追求的理想 由她的婚姻決定 到她自己的一個追求理想 我相信都充分反映出 女性上的獨有的特質 一定是當時一個比較走得很前的女性 是的 因為當時應該是民國時期 開始有很多的有知書識例 甚至有些知識的 在一個覺醒的年輕的女子 開始走出來 包括大家認識的林輝音 對這些人物 大家都不陌生 因為她們都能夠有她自己的獨當一面 明白 三個姐妹都很特別 宋慧寧 嫁給當時一個比較有錢的人 孔長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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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段關係又如何呢 我想亦都會令到一個千絲萬留的情況 因為三個姐妹之間 宋慧寧 作為一個大女兒 嫁到這個山西的富豪 也慢慢地引起中國 政治與經濟上的比較複雜關係 當然也可以說要交代一點 正如大家可以理解到孔長熙 孔夫子第75代的孫 所以也因為政治 也有一個家世上的淵源 中國在一個典型社會的結構裏 在一個家庭上的結構裏 很多時候都會說一下家世和淵源有多大 她算不算是一個很有追尋理想的女性 應該這樣說 大家都各有獨當的選擇他們的路 反過來上也因為孔長熙的經濟上的情況 亦都能夠扣緊我們中國在民黨的歷史上的發展 無可遲也會有一些比較複雜的現象出現 明白 說到宋美玲 宋美玲也交給蔣介石 這個更加在香港 這個真的去了高潮位 你說對了 家人的關係 其實這個劇目都是獨特的地方 就是大家吃飯、聊聊天之餘 在過程上大家都會講到一些背景 其實可以說各有各之才 無可遲也 蔣介石甚至可以說 在當孫中山過世之後 也可以說是第二代 政治上的舞台上的人 亦都影響到中國往後的另一個新的歷史 因為在各共之間的矛盾 隨著蔣介石的情況 就更加白耳化了 你家人真的很特別 一家人也各自作精彩 各自作精彩 對 各自作精彩 所以真的不容易做 那是很短絲連的 不如說回劇 他們都是用一個很現代化的手法 去鋪排 在美容院開始 有些火仰美的對話 問一下方sir 覺得他們的劇 今次的選材 是否收拾得齊的材料 我想第一 他們都會找到主要核心部分 無可置疑 大家各有一些 我想在家庭裏面發生 大家有一點意見 大家都會對於這個 聖家三姐妹 他們在閒談之間 都會講到關於國共之間的問題 尤其是大家都知道 當三女嫁給蔣介石的時候 我相信這個宋美令 就更加合在家庭 家庭的複雜面就多了 因為大家的矛盾點 就會在一些不同的事件上 尤其是國共之間的意見 自然就會變成一個歷史上 尤其是比較重要的 一個改變 因為整個政治舞台上 的確有一個大的變化 問多方先生一個問題 就是他們那時候 三姐妹走得這麼前 跟西方文化 怎樣影響他們的價值觀 其實會 我想大家都看到 即使孫中山 他也有留學在西方 其實宋家三姐妹 更加在這個情況上 也是一個有錢的家庭 其實西方文化對他們來說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追求上面 但也都在這個 中國傳統的架鎖裡面 其實的而是帶來有一定的限制 困住的之下 也有一個希望爭取自己應有的東西 明白 好的 方先生最後給一個短評 這個 玫瑰江學校的劇目 看不容易做 好的 整體裡面的同學 其實都做得很好 因為都能夠用一些不同的場景 正如我們剛才說的 第一個 我們兩位同主持Fanny 都說Facial 其實我想另外一個就是吃飯 因為吃飯的時候 大家都沒有放下飯 反正確來都是一個很好的 巧妙的安排 因為不同的人的意見裡面 在一個場景之下 產生一個反口狀 其實是很好的 當然也講到第三幕裡面 有關於爆發裡面 提及到西安事變的時候 情況裡面 於是大家就會走在一起 都反映出這個社會裡面 當一個家庭面對一些事情 大家也走在一起的時候 很可能大家都會關心對方 好 謝謝方sir的意見 我們新聞之後 訪問一下玫瑰江一班同學 他們做這個劇 後面的花絮 小嘴巴大世界之近代中國二百年 是由香港中華文化發展聯合會 歷史文化學堂帶給你 大家好 歡迎回到小嘴巴大世界之近代中國二百年 在我們節目開始的時候 你們聽到玫瑰江學校 他們一班同學去到 演繹的美太吳異造 演繹的美太吳異造 演繹宋家三姊妹的劇目 在這個環節 當然請到一班同學去訪問一下他們 在當中的製作過程 玫瑰江學校 一班女同學也有男同學 在我面前 在我面前就是 戲裏面三位主角 原來他們又是負責當中的製作 和劇本內容 我請他們由我左邊開始介紹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桂兒 我是龐伯 我是演繹宋慶玲的角色 我是阮瑩 我是宋慶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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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演繹宋美玲的角色 我的名字就是阮蓉 還有鍾老師 大家好 她是教通識科的鍾老師 原來當中有一對真是姐妹 她們是媽媽 就是阮瑩和阮蓉 有名字都很像 事不宜遲訪問她們 是否劇本也是你們寫的 是呀 都是由我們四個分工合作完成的 為什麼會選擇這個題目來做 是否因為大家都是女生 不是呀 是因為我們的歷史科老師 剛好教導中國現代這一科 他給我們看一套劇 叫做宋家王朝 我們看到裡面 覺得對她們的內容很感興趣 所以打算用這個題目來做我們 今次廣播劇的主題 明白 最感興趣的是什麼呢 是否大家都是女生 然後裡面又有三姊妹 其實最感興趣是因為 他們送的三姊妹 都是那個年代有錢有權有勢 現在社會有很多新女性出現 所以我們對這個有特別興趣 明白 那就選了這個宋家三姊妹的劇 來寫 問一下大家 是否第一次去寫一個廣播劇 自己想起對白 想起場景如何佈置 也是的 我們在過程中 都要花很多心思去想這個鋪牌 嗯 那後來怎樣去 譬如統一了大家 是這幾幕了 或者我的對白是要這樣去設計 我們就分開四個人 然後每個人負責一部分來寫這個稿 譬如我是龐伯 我就寫這個龐伯的稿 然後呢 他們三個分開第一幕 第二幕 第三幕去寫 寫完之後 我們又一起去討論一下 應該怎樣改 聽到的過程應該用了很多時間 是嗎 嗯 都浪費到幾多次 好像在考試前都要繼續去寫 是嗎 我們第一次去寫的時候 都說著那部劇 是嗎 有沒有拉上中sir下水的 有 都有 當然有 給了一點點意見 那些題目名 但我儘量都想交給他們自己做的創作 明白 中sir收到初稿的時候 有什麼感覺 有什麼評語 收到初稿的時候 其實我第一次看到很多錯別字 不過 但是 你說內容的話 其實我都覺得 他們三個 我叫做妹妹 這幾位妹妹都寫得不錯 內容都挺有趣 所以都沒有什麼大改動 我自己都覺得很有趣 因為之前錄過這麼多劇 都不是用一個這麼厚語 和在美容院 即是開始他們第一個場景 大家女同學應該很有共鳴 會想到這件事 這些 阿sir 一定想不到 所以還是交給女同學 他們自己有創意去想 所以覺得挺好 問回三個主角 在這個劇擔大台 自己有沒有說 心目中心水 對這三個宋家三姐妹的感受 或者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你們才會選擇這個劇 他們做主角 其實我覺得這三姐妹 是代表著中國的一些權力 就好像大家姐 就是嫁給全中國最有錢的孔祥禧 她也是挺有影響力的 然後二妹就嫁給孫中山 她那時候也是國家總統 所以她也是掌握著整個中國的權勢 三妹嫁給蔡介石 她最後也成為了中國第一夫人 她也是對中國的政策 和一些改變上也有很大的幫助 和影響到中國以後的發展 所以這個也是我們選了 選了她來代表 成為我們廣播劇的主角 一聽就知道已經滾瓜難熟 對於這段歷史 當中做呢 除了你熟讀的歷史 但是始終都是一個廣播劇的形式 問一下你們當中有沒有什麼有趣的 或者有些很困難的時間 尤其是我想是想對白 大家去排練裏面 其實是因為我們 那大紀末的時間上 可能有點不同 但是我們又想帶出一些歷史 所以在時間上的鋪排 就要很花心思想 這個事件是什麼時候 我們那時候應該說什麼 頹遲是比較失格於那個年度 又不可以說這麼現代化 導致整個劇本就沒有那麼珍惜 比較有趣的地方 我覺得加了幾句英文 我也想問你們這件事 因為這三姊妹 都是中國的新女性 所以他們小時候就被爸爸送去外國讀書 所以他們的英文都比較好 所以我們加了一些英文 就可以更加表達到他們有貴制性格 是 我看到他們的心思 在劇本裏面 最後問問你們 有得再參與的時候 你們會不會還有興趣做呢? 龐伯 下次會不會再做龐伯 可能會嘗試不同的角色 因為其實在對話中也挺有趣的 然後去扮演的角色 其實也是一件比較有趣的東西 因為龐伯不能演繹 下次找一個角色又吃 因為我覺得他演繹擴霸很好 你的聲調 抑揚動作 對 聲調比較平和 所以就做了比較擴霸 對 你的聲音很溫柔 其他呢?三姊妹呢? 呃 要不要來個續集 其實你覺得我們的角色很適合 我們的性格 好像是大家姐又是大家姐 對 我都感覺到大家姐那種淡定 所以我們都比較急 所以做二姨妹三姨妹的角色都挺適合的 是啊 因為她真的是媽媽的 哈哈 其實這個建議是鍾Sir給出來的 因為那時候呢 我們比較淡定 我本來是做二姨妹的 是不是因為鍾Sir聽到你的聲音呢 好像有一點 我就比較平淡 真的沒有那麼高低起伏 所以我做大家姐比較適合一點 就完美了 是不是鍾Sir 對 她的聲音是有股氣場在這裡淡定 哈哈哈哈 是啊 聽眾應該都感覺到 感覺不到的話 聽多一次就感覺到 我們有重溫的 好啦 那我們聽首歌回來休息一下之後呢 就訪問另外一班的同學和老師 都有份參與這個劇的創作 一會見 小嘴巴大世界之近代中國二百年 是由香港中華文化發展聯合會歷史文化學堂帶給你 休息完 回到小嘴巴大世界之近代中國二百年 的最後一節 在我對面呢 就有玫瑰江學校其餘的同學 他們今天都是坐在我們直播室裡 接受訪問的 剛才問了一班 就真的飾演了整個劇的劇本製作 和聲音演繹的三姊妹 還有龐伯還有一個老師 現在在我對面呢 就另外一班同學呢 都還有兩位演員在這裡 那我請這兩位演員介紹自己先 OK 我是飾演中華的淳青 大家好 我是Chris 我在這部劇場邊飾演美容師 兩位男同學來的 餘下的就是有個歷史班的同學仔 大家好 我叫Mathiel 還有另一位同學不是歷史班 不過都一起聊天 大家好 我是Sabrine 還有我們主角的人物 老師在這裡 Mrsou 你好 大家好 Mrsou 你好 聊聊這個故事的選材 說明選了這個 宋氏三姊妹的歷史 也挺特別 因為其實不是很多組選這個故事 通常他們選的都是打仗 或者是很多男性的角色 那為什麼其實會 有沒有什麼特別原因 老師會選了這個劇本 其實我想就是因為 我本身是教世界歷史 其實他們在堂上學 其實很多都是以男性的角度 去讀過歷史 本身我自己也有教通識科 在現代中國第三個單元 都會講一些中國傳統家庭觀念文化 他們可能在學的時候 以前就是男主內 女主外 我想去看看 會不會是想想 會從一些女性的角度 去看歷史 所以我在堂上 都曾經播放一段歷史的片段 給他們看 大家可以說 都可以用這個題材 去做一個主線 明白 真的很特別 因為中國的歷史 或者西方的歷史 都是男性為主 在這段有三姐妹介入的歷史 有沒有說最特別是 在那個什麼情況之下 我想最特別是 其實都很橫跨 就是我們二十世紀 早期的歷史 都很特別 例如他們可能會見到 他們的爸爸 他們和孫中山是好朋友 當時是說晚清 和1911年的辛亥革命 然後輪到他們那段歷史 又會見到 民國那段歷史 中國開始想建立民主 但其實又不是真的 那麼容易的路 而他們三姐妹 又嫁給了不同的政見 或者是不同目標的男性 其實可能他們小時候 三姐妹 他們的關係可能是很好的 但是因為他們 嫁給了不同的政治上 有衝突分距 所以有時候會見到 他們好像一聚在頭 可能是聊得很好 然後可能有時候會吵架 明明好像有劇 好像是最多 在收甲 而他們三個都會見到 新女性形象的建立等等 其實跟他們讀通識科 都很見到一些配合的地方 歷史和通識 那樣好像能上關係 問一下我們的同學仔 身邊 你們是不是都覺得這段歷史 對你們有這麼新的意會 即是女性的權力 我也很認同剛剛老師的說法 因為在我們讀歷史的過程當中 通常都會講到一些 男性的歷史角色 例如說 德國納粹黨的希特拉 以及前蘇聯的史太林 都是從一些男性的角度出發 去講一些男性的歷史角色的背景和事件 今次我們可以用宋家三姊妹 即是在女性的角度出發去看一些 民國初期 甚至是一些辛亥革命的歷史 我覺得是比較有趣的一個地方 嗯 讀歷史的另一位同學仔有沒有 我也是很認同蘇老師和Chris的這個看法 因為首先宋家三姊妹 他們都是以一個女性的角色去做一個領導 因為由以前到現在都是 每個國家都是由一個男性去做這個帶頭 未必更體重的女權 但是他們 模型在中間都有很多影響力 這個都在中國裏面來講很特別 因為中國都不是一個 以前的歷史開始都已經很體重女性 是嗎 還有沒有其他同學仔有些意見 我們老師平時都很喜歡帶我們出去活動 是 我學校曾經都試過演過畫劇 是 但是從未試過像今次一樣升演 是 今次可以說是新嘗試 加上自己又不是讀歷史知識的科目 即使今次可以認識一下這些歷史的知識 神清飾演中白 是不是裏面的一個家博 是 這個是真的歷史裏面還是創作人物 我想是他們的創作人物 剛好阿Sir姓中 我想他們 就把阿Sir變成中白 由李淳清去飾演 原來是這樣 原來你是阿Sir的縮世版 又說你挺像樣 對 真的有點像樣 真的像樣 全班都覺得她像樣 Sabrina呢 雖然沒有參與劇 但是是不是也有些感受 是啊 因為在課餘的時間 看到剛才幾位同學 那麼用心去準備 自己又不是讀歷史 令到自己對歷史又有少少 多了很多興趣 所以想來這裡了解一下 即是怎樣 他們坐在這裡練習的時候 你會在旁邊 是啊 因為大家都同一班 所以看到他們覺得很有趣 平時全部都是以男性作為主導 這次竟然有三個女人 還有大家的老公都是不同的男生 所以帶油買膠 所以覺得很有趣 明白 那Misso有沒有興趣 下次再跟同學一起做廣播劇呢 有啊 你會選擇什麼題目 我心目中可以有兩個 一個就是冷戰 因為知道冷戰時很多特務 有很多特務用的用品 其實都很有趣 第二個就是看看 會不會是可以用到香港的一些歷史人物 香港又比較近代 是啊 因為其實我們香港還有很多古跡 其實一方面可以教他們讀那段歷史 另一方面如果配合在那裡考察 其實對他們認識這一方面的歷史 會更加有趣 因為始終我都會覺得歷史都是我們身邊的東西 是很有趣有情 還有跟我們很有關係 歷史都在我們身邊留下很多足跡 看看我們發不發現 今天就麻煩玫瑰江學校那麼多的同學 我們下星期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 拜拜 香港中華文化發展聯合會 DBC數碼四台校園台聯合製作 小嘴